TTT2323 就是想說回饋給粉絲的小彩蛋 所以待會才會出現的 對 而且是我們昨天臨時想到想要加碼的事情 所以就是也許有一點點小小的小不完美 但是我覺得就是誠意滿滿 對 那想問你們小時候有參加過簽唱會嗎 有在西門町這邊參加過簽唱會嗎 沒有耶 沒有但是有辛苦過 但是我沒有參加過以前西門町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那個可以滑滑板的那個地方 以前就是很常看到就是以前的前輩們在那邊表演 然後這次覺得可以在西門有一個就是屬於我們的簽唱會 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開心 那你有幻想過自己辦簽唱會嗎 那就是一定有的呀 那想像起來是什麼樣子 其實我覺得就跟現在一樣很美好 很快樂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我沒有就是想到時間轉可以過那麼快 因為就是我沒有想到就是誒 這一半結束了耶 就是上半全部結束了 對這比想像中的還要更 啊怎麼怎麼好像好想要再多一點這樣子的感覺 那你昨天有睡好嗎 沒有 沒有 怎麼樣怎麼樣 沒睡好的自己去燒 我必須得可以 來來來去說 我跟你說我每睡一個小時就起床一次 因為我昨天晚上12點睡覺 然後我睡了到凌晨3點我起床一次 4點起床一次 5點再起床一次 因為呢蚊子把我叫醒 是蚊子的錯 對蚊子 然後我起床之後想說 不行我要繼續睡 睡一個小時就 旁邊又 然後原本就很緊張又更緊張了 這樣就是整個精神都這樣 對 那現在精神還好嗎 現在很好 OK 沒有被蚊子擊敗 沒有 還有一個要說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昨天練完之後 其實時間已經很晚了 然後西岩跟品芯還有許許 就特地餵我 然後留了更晚 留了再多一個小時嗎 然後就是非常感謝他們 他們犧牲自己的睡覺時間 來陪我雕舞 喔 妳好表現 沒事沒事 沒有 你們有傳訊息不想家要拿起嗎 沒有 主要是應該就是 欸我好緊張 你們睡了嗎 你們睡了嗎 對 我們就是半夜的時候 大概一點半的時候 在群組說 欸我睡不著 有人還沒睡嗎 然後就take out 然後就發現 欸西岩 怎麼可能呢 我還沒睡這樣 然後半夜在給我分享笑話 誰還在分享笑話啊 這麼巧 就是最近有蠻多 那種奇怪的活動 就是舉辦這樣子 像什麼在大安森林公園 呃 坐著哭這種活動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很多 像這樣子的奇怪活動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我就笑到睡不著 我只睡了一個小時 然後就是 其實也是 覺得自己特別的亢奮吧 因為今天然後 雖然只睡了一個小時 但是在裝髮的時候 今天還是精神滿滿 然後就是很想要讓大家 就是一起聽到這些好笑笑話 然後一起很有活力 然後 然後來這邊果然就是 非常的有精神 對 最後一個傳訊息的人是誰啊 是誰啊 Vicky吧 Vicky吧 欸陳品欣 Vicky啦 Vicky說 Vicky說 我到台北了 然後品欣還在教他 對 對 對 然後我就說 好的然後你都迷回了 你就直接已讀不回 然後我想說 啊好吧就這樣 他睡著了 他就直接解釋完 直接昏倒了 手機昏倒了 手機昏倒了 不是我跟你說 下一秒他就不回了 我想說啊就這樣喔 這麼冷漠 好好沒關係 對啦 他就跟我說 有嗎 你有說你說 沒有欸 所以大家都是 大家都不在宣教欸 有點急嗎 其實現在很亢奮欸 是很亢奮欸 興奮到 我覺得也睡不了 睡不了 對真的 我先分享兩句 我先分享兩句 就是早上 早上他應該是八點半的時間 裝法 然後那個時候八點半還沒來 我就打電話說 欸喂你起床了嗎 他就 哇 哇哇 我就說 蛤怎麼了你還沒起床是嗎 他說 我現在剛起床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沒有想要狡辯 我很抱歉 就是 對 對不起 對不起你們 對不起今天公司的大家 沒有 沒有是李明最近行程太多了 累了 辛苦了 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他你們是遲到王嗎 平常 他你們兩個遲到王 我覺得我也不算是遲到王吧 我們可能也有遲到 嗯 那所以誰是遲到王啊 你不要問這種問題 就是 對啦 今天很抱歉 但是呢 我們會 所以我會用更多的力量來滿足 跳火 跳火 我會用更多的力量來滿足 就是那個在舞台上面會閃閃發光 就是你只要有光照在上面 對我的臉就會亮亮的 對 然後我覺得 其實 呃 第一次 就是跟外少女 未來少女的所有 很緊張 的大家 然後一起在 就是台北的大舞台上面表演 真的 心裡其實真的有很多的感觸 然後不管是有點 就是感動 然後或者是覺得 喔好像真的要結束的一些 小感傷小情緒 嗯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超級超級寶貴的回憶 是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次 就是今年 2023、2024的跨年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 非常 非常非常珍貴的一個 回憶跟忌諱 你看到台下這麼多人的感覺是什麼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的舞台吧 台下了好幾十萬人 對啊 對啊 一開始 好幾十萬人 看不到鏡頭吧 其實 根本看不到 沒在看 有啦 我們其實有想過 因為畢竟是 市政府 然後 而且又是 跨年 然後肯定會很多很多人 可是沒有想到是 就是 它是 你這樣望過去 你看不到地 然後你看不到人到底到哪裡 所以其實 而且 呃 對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 呃 也沒有很大的安全感 其實 因為畢竟 呃其實還是有很多人是 不認識我們 然後 有有有有有有這麼多人 然後 就很緊張我 跟你們說我現在回想那個畫面我還剩緊張 所以呢 就是 但是就是還是很不可思議 然後還是 在上台前 就有告訴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舞台做好 然後就下台 然後再 再好好感受一下那個緊張 跟那個興奮 所以那現在還在感受到那個緊張 可能是喔 超快的 超快 真的我們一上台就 就結束了 對一上台就結束了 我覺得 就好像沒跳過 就好像沒跳舞 我就要下來就說 蛤 過了 結束了 然後下台都說還想再上台 對 又想要上台的感覺 真的 那你們敢看留言嗎 當下的 或是回去有看到 一些網 因為畢竟是跨年的舞台 很多人在看 沒有看到一些 大家對你們的 就是鼓勵也好 或者是一些建議也好 有 應該是會被我們的風格嚇到吧 因為畢竟我們是帶來那個 Hello Kitty 巴拉嘎里這首 就是還有很多人就是沒有聽過 那這個曲目也比較新穎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人就是 一開始可能覺得很衝擊 沒有辦法接受 但我們也就是覺得 這就是我們 就是會讓大家 越來越認識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那最後想問你們 因為剛剛編輯詞學長 有來當你的嘉賓嗎 你在後台有些 你們去跟大國招呼的嗎 有有有有 我們有發專輯給他們 對對對 超喜歡啊 超級喜歡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很愛吃 然後每次排練的時候 也就是經紀人節都會念一下 這樣 欸不要再吃了趕快排練 然後我們這次就拿到 就是歐帕零食包 我們超開心 而且還可以當包包來提 這真的是我們完全吃不完 就是每次練舞就開始吃吃吃吃 養胖養胖 變胖了 快了吧 快樂快樂快樂 好 那就祝你們今年所有事情 都可以歐帕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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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